游戏王卡图故事之真红眼黑龙 传闻在火山洞口深处孕育着传说中的黑石 黑石会随着火山喷发而孵化 并显现出深红色的眼睛 黑龙之处便在此刻破壳诞生 随着幼龙的身躯和骨骼不断成长发育 最终将成长进化为传说中的真红眼黑龙 其眼睛散发着如火焰燃烧般的鲜艳红色 并能将积蓄在体内的火焰化作黑炎弹将万物烧灭 当真红眼黑龙装备上金属化魔法反射装甲时 可进化为真红眼黑钢龙 其全身覆盖的金属外魔将大幅度提升整体的攻击及防御能力 在传说之龙和魔之爪的力量下 其也能转变为象征龙族之力的真红眼黑龙剑 而在武器方面民间也根据真红眼黑龙的外形 在副所链的回力标的基础上 将其升级为副所链的真红眼牙 黑龙之圣骑士作为真红眼一族最虔诚的信徒 可通过使黑龙降临的仪式召唤真红眼之魂 并使其通过真红眼转身化身成为真红王 代了着可能性的真红眼黑龙 也可通过融合进行新的进化 包括与恶魔召唤融合成为暗黑魔龙 并进化为更高阶的恶魔龙暗黑魔龙 与黑魔术师融合成为超魔导龙骑士真红眼龙骑士 与流星之龙融合成为流星黑龙 及与真红眼的雄星龙流星之龙融合成为流星龙流星黑龙 与真红眼铁骑士吉亚佛里德融合成为真红眼黑忍龙 在真红眼一族中除了真红眼黑龙外 已衍生出其他的亚种 其中包括掌握回溯时间能力的真红眼素克龙 掌握疾风之力的真红眼飞龙 激进染于深渊之中被疾黑意志所侵蚀的真红眼暗龙 当其装备上金属化魔法反射装甲时 可进化为真红眼暗龙 甚至可以突破极限并进化成为更高阶的形态暗刚龙 而真红眼一族中最后一种亚种 是常年居住于火山之中并吸收了龙江之力的形态 当拥有双重面颊的真红眼黑炎龙 通过真红眼的凯旋装备上黑缸龙的铠甲后 将结合钢铁与火炎之力成为真红眼钢炎龙 但强大如真红眼黑龙 其火炎终究也有燃尽的一天 化为灵魂形态的真红眼黑龙 抵达了死后才能到达的不死世界 在这里其意识及肉体也幻化成为了真红眼不死龙 在不死世界中 由不死支配者负责着灵魂的调配 由死眼之传灵谱续科彭波斯负责日常巡逻及检查工作 由不死族的帝王死灵王恶眼 负责统治并管理整个不死世界 但因其残暴的统治 死亡者们在死后仍要过着弱肉强食的日子 真红眼不死龙为了推翻其霸权统治 与死灵王恶眼进行着往复不断的不死斗争 在激烈的战斗中 死灵王恶眼成功夺取了真红眼不死龙 拥有强大力量的深红之眼 随着真红眼不死龙被夺走了右眼 失去了力量来源而倒下 原本永不停息的战争 也终于迎来了平衡被打破的时刻 因获得深红之眼的力量 死灵王恶眼成为了不死世界的唯一统治者 开始利用古塔的力量 来吸收不死世界中生物的精气 失去了精气的生物将缓慢消逝 直至完全消亡 同时死灵王恶眼为了巩固统治 想要打造一批属于自己的不死族军队 齐派显了僵尸待军者 痛苦由七公急疯狂杀人小丑 在大气中散播瘴气病毒 受到瘴气影响的生物将以不死族的形态 复活成为不死世界的行尸走肉 地狱帝王龙复活成为死亡帝王龙 并突破限制开启了暴力形态 冥界的魔王哈迪斯复活成为了苏生的魔王 并从墓地中唤醒了迅雷之魔王 海骨恶魔 而迅雷之魔王也在瘴气的影响下 变成了不死之魔王 开吾者斩鬼成为了开吾者僵尸 杀人小丑成为了杀人小丑僵尸 伏地龙成为了龙僵尸 泥犬小栗子成为了骨犬小栗子 白龙之圣骑士成为了暗龙之黑骑士 杰拉的战士成为了巨石师鬼魔杰拉 光神机萤火成为了邪神机预言 成长的灵精成为了成长的花朵 龙子成为了石龙子 胡之龙成为了不朽之龙 巨神龙闪耀成为了巨海龙闪耀 哥布林蓝鹿贼成为了僵尸蓝鹿贼 但他却和生前一样成为了一个僵尸推销员 其售卖的产品也变成了不死族的雷电小子 而在弥漫着瘴气的不死世界中 突然亮起了一道绚丽的红光 身受重伤的真红眼不死龙在吸收了不死世界的张气后 净化成为了真红眼不死龙 并再次向身为统治者的死灵王恶眼发起了挑战 而这场双雄激战的不死斗争 最终也随着真红眼不死龙的凯旋而迎来终结 自此之后不死世界拥有统治霸权的就只有一位 他就是在吸收了死灵王恶眼的力量后 获得新生的真红眼不死龙皇 但即便如此他却依然没有夺回那只属于自己的眼睛 感谢观看